据说将石墨装进钢管里 然后放入炸药中引爆 就能得到女友们最爱的钻石了 因为爆炸的高温高压能使碳原子重新排列 从而生成钻石 刘烟组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于是他们来到了爆炸试验场 首先凯莉把石墨和骨装入一根18厘米长的钢管 然后格兰将两端密封焊死 紧接着他们把钢管放在了木桶中央 并在桶中加入两吨削岩炸药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引爆 钢管已经被压缩得像凯莉的小玩具一样大小 可这里面真的会有钻石吗 为了避免被钻石闪瞎眼睛 托瑞戴上了墨镜开始切割 但里面却没有看到任何钻石 专家表示是因为还没有去除里面残余的杂质 而经过几道工序之后 他们终于得到了一堆细黑的物质 尽管专家一再保证这就是钻石 但它的价值却仅有25美分 显然这样大费周章的方式不适合大量生产 所以留言组决定用简单的方式制作钻石 为此格兰找到拥有两年经验的烧烤专家 两人将铁和石墨融化后倒入水中冷却 并且他坚信只要经过强酸除去里面的铁就能得到钻石 而凯莉则模仿网上的做法 他将不要钱的花生酱涂抹在石墨上 然后用微波炉加热两个小时就能得到钻石了 可刚通上电炉子就开始冒烟 直到他烧毁三个微波炉后才得到了一堆煤渣 最终他们将自己的成果送去了检验 而专家经过仔细化验之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两人的钻石毛披除了石墨和杂志外找不到任何钻石的影子 所以如果大家的女友也想要钻石 我建议你们还是用啤酒瓶做吧